嗨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现在在南充服务区 今天要去成都太古里 就把我这电脑弄一下 我这电脑充上电都开不了机了 之前在川西的时候太冷 总是电充不进 还有一件事 就是把猴哥送我的大江玉山 本来想去换一个遥控瓶的 刚刚才打开才发现 它里面有一个遥控器 我就给猴打电话 我说这遥控器要卖多少钱 因为我想去买一个带屏的 然后他推荐我去买一个安卓的手机就好 这个遥控器就不卖二手了 因为我习惯性的是带屏 它是航拍高手 它就无所谓的 这个电脑是18年 在香港买的花了2万多 用了4年多时间了 去年去川西太冷了 才出现问题 这里到成都太古里还有195公里 我进去吃点东西 现在刚好中午了 是不是傻 好多人 我现在回到车里吃 那边人太多了 来了一个牛肉米粉煎蛋 这是热的咖啡 吃完再走 其实我希望是换一块电池 不想换电脑 因为里面下载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像之前老师给我下载的 处理原始摄影的那些软件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弄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弄 这样透气好一点 前面有事故 这一路都堵了很久 就半天走一点点 终于要到达成都太古里了 高速上一直堵车 马上就快5点了 时间过得超级快 再见 这里的人气实在是太旺了 你看这奢侈品店 还那么多人排队进去买 我看到这边很多摄影师 都是在等着美女吧 网上小视频很多的说 在太古里拍小姐姐 漂亮的小姐姐 来到成都都不敢去逛街了 这边东西好贵 奢侈品店 到处都是 我走到这边来了 去那个肯德基坐一坐 那个地方还是消费得起 其他地方都不敢进了 我预约的时间是晚上7点半 现在才5点多 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个多小时 再往那边走 给大家看一下春西路这边 好多人 这肯德基里面也有好多人啊 而且广播一直在叫号吵得很 我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就点了这个 这个 这里人实在太多了 都不方便拍摄了 我 咕量 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